哈喽大家好 今天我来说一下素描基础中最重要也是最难的一个多面体如何去起形 先去定它的最高最低最左最右 然后看准它的外轮廓 它的整个每条线条的一个倾斜角度 用长直线去打它的外轮廓 然后呢 画它中间的这个多面体的一个形状 去找一个大概的形 像我这样 用笔相对虚一点 我是为了让大家看清楚 画的有些重 然后以中间这个物体为参考 往外找这个其他的线条 就是按照中间这个物体 再去按顺序找就可以了 然后边找边去修改 因为你一开始找的线条肯定有的是不标准的 边画边修改边去调整就可以了 包括画的时候 注意它整个物体的倾斜角度 多余的辅助线该擦掉的要擦掉 然后边画边调整就可以了 然后呢 可以顺着这个结构啊 把这个暗颜色 就是它的投影的具体的形状 以及暗颜色 给它铺一个整个的体积关系 做一下这个棉暗关系的变化 该重的地方给它微微往重压一下 同学们一定要多去画这种气形啊 捕捉它的造型 练一下这个造型能力 加油